我突然发现我可以快速的cost格式 有没有发现 这个 是吧 嘿嘿嘿 闹一下 欢迎战士 哈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三名 嗨大家好我是花花 肯定很奇怪我为什么出现在这个虾米开箱时期 说到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了 你开箱的嘎嘎下巴中奖了 所以你要负责道具对不对 对对对 今天咱就来个深邃大可能 那么说到剑锋传奇这个名字 我相信三四十岁的玩家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从1990年连载至今 已经有30个年头 跟我同年同月还行 是吧 那如果说作为一部漫画作品来讲 没有足够精彩的内容 我相信也不会时至今日 依然为玩家们津津乐道 那这一期节目呢 就由我这个十年剑锋老玩家 和虾米一起主持了 那他在这期十年众所延伸出的 动画 游戏 电影 模型的桌边 也是不胜没职 之前我们看星库也有贴上过很多 那这次咱们就来看看POS 所推出的 《剑锋传奇狂战士卡甲格斯》 那实际上POS呢 也推出过关于不少这个 《剑锋传奇》的系列雕像 那像之前的这个神之手 和这个虐害的佐德 一直到后面的这个 骷髅王和卡斯加 逐渐的这个系列呢 也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大坑 那我们面前这碗《狂战士格斯》呢 也算得上是 《剑锋传奇》世界中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形象 那藉由这款雕像呢 我们来一起来聊聊 这部对其他作品有着深远影响的 我放大作啦 这里呢 先为还没怎么深入了解过 这部作品的玩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剑锋传奇》也被译为 《闹音战士》 《原名狂战士》 哪一种名称都非常的合适 若不说对这些名字都不熟悉 那么近些年来大火的《黑暗之魂》 一定不会陌生 是的 没错 《黑暗之魂》也是受到 《剑锋》甚远影响的作品之一 数据上 《狗亲老贼》也确实是 剑锋的本似 而原作中表现出的压抑 残酷 顽抗 苦难 绝望 正是剑锋几十年如一日的基调 以往其他作品主角获得强大力量之后 为观众带来的热血时刻在这里几乎没有 而更多的是会因为 格斯每一次挥动大剑而感到联系 从他穿上狂战士铠甲与火龙巨人的第一战开始 这种哀伤的气氛就充满了整个画面 因为主角格斯 Gatz的日语发音和Gatz很像 搞得基本大部分粉丝都这么叫他 所以我们也就这么称呼他了 而今天介绍的正是穿上狂战士铠甲之后的形态 这身铠甲会根据着装者产生一定程度的形态变化 于是他的头盔是一个类似狗或者狼头的样子 彻底狂化之后没有痛觉 没有恐惧 即使是伤筋断骨 身体不断渗血 也会被铠甲强行掰回来 继续战斗 T1S的这款一米四狂战士Gatz 售价软倍并6500左右 一共提供了两个不同的pose 造型在参考了漫画封面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结合与调整 使得雕像在同一环境下兼顾起了两种动作 通过两组电话手臂来呈现 斩动剑长约55厘米 所以扛剑的造型下 雕像整体高度达到了95厘米左右 蹲在岩壁上的嘎子 此时已经化身为杀戮鬼神 岩石上的血迹已经无法辨别是敌人的还是自己的 脚下的鬼兵碎尸 成为了他抚平狂怒的必需品 等于原作对这一形态下的细致描绘 能充分让观众感受到此时此刻的嘎子 将其称之为癫狂的疯狗 或许会更加贴切 给人的印象 就是突在前后的片刻临近 在整体姿态和氛围的呈现上 这次批玩作的十分出色 线索头开始看齐 起初以为眼睛不分可以亮灯 不过实际拿到之后发现是实色涂装 祝你不免有点可惜 在微微张开的头盔之间 可以看到嘎子的半张脸 但是无法单独把头盔取下 好在能让玩家看到的地方都是有做出来的 正如前面提到 逆剑这个动作来自于插画造型 因为雕像整体呈现出的角度是微微前行 所以披风的配重比较重 起到一个平衡中心的作用 不过这个时候的杆子看起来身上很整洁 血距的效果仅仅在手臂和脚的位置所呈现 会不会以后官方再来个血腥版什么的 正面的盔甲基本完美还漫画造型 对比插画可以发现 披风是从领子向外延伸的 而雕像则是选择了挂在boss上 下巴和头盔变成了两个位置 不过这并不是乒乓S设计错了 而是在这一块呢也可以这么呈现 盔甲上有一定程度的划痕战损 全身蔓延的线条纹路给盔甲增添了一定程度的动感 毕竟那是矮人打造的诅咒卡架 总会赋予他一些魔幻元素 像这种粗粘的感觉 真是雕像想要还人的质感 披风则是将这种粗糙感进一步加强 编织纹路和各种划痕 加上末端如多岩石一般的质感 软看如巨大生物的表皮一般 带有皮肤纹理和光泽 模糊了布料和盔甲的界限 那种无法理解的不可名状物 或许就是想表达 这并不是人类人知世界内的产物 斩龙剑对应两个造型一共给出了两把 上面的靴字和做就也各有不同 力指的斩龙剑更像是从敌人身体里抽出来的一样 而扛在肩上的则是用斜线条增加了挥舞的动感 个人比较满意的还是 剑身上仿佛黏了层油脂一般的效果 沐浴过大量敌人血浆和斩龙剑 身上的一切都在诉说着战斗的过往 另外一个扛进的pose 平衡了雕像整体的上下比例 不过对于摆放展示是个不小的挑战 也从侧面反应出 这个状态下的嘎子更具侵略性 大家更喜欢哪个pose呢? 除开本帖 底座地台也是这款雕像的另一个看点 鬼兵无论杀多少且死相有多凄惨 都不足以给嘎子带来哪怕一丝的宽慰 这么描述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 简单来说就是不结恨 底座一共给出了三个鬼兵 男腰斩断挂在岩壁上 使肋脏撒了一地 并且PVS在这里上了一层光油来增强质感 摸上去甚至有点滑滑的 边上这位也没好的拿去啊 顺着尖刃流出的血液 和前面这位不同 这个地方的处理更像是刚流出来的 最后一个就只有脑袋和断支 其余的配件就是断剑和鬼兵的流胶武器 当然最标志性的脑袋logo也不能少 毕竟这么多年的苦难就是因为它 从三浦剑太郎创作《剑锋》开始 几十年的耕耘绘制出了一个庞大的黑暗魔幻世界 且稳步打磨每一画的剧情 但也正因为如此呢 观众才会越发担心这样一个经营了三十年的故事 要怎么来收尾 说起第一次接触《剑锋传奇》呢 还是初中那会儿 在PSR上的《前年帝国之音》片《圣魔战地》之章 不得不说剑锋的试价配合评测镜的补剧 即便是过了十几年 依旧是能使人记录这些风格独特的旋律 但基于这部作品包含了大量的烈奇象内容 如果说还没看过的话呢 个人建议先从《黄金时代》片三部剧场版开始 虽然简化了许多漫画中的剧情 不过作为整个故事线的正序开端 当然了 如果要体验原汁原味的《剑锋传奇》 看原作漫画一定是不二选择 其实主要是因为尺度限制啊 有些内容根本无法做成动画 所以我说《剑锋传奇》这样的少女漫 是吧 个人建议还是年满20岁以上的人去观看 虽然不知道剑锋呢还能陪伴我们多久 但是他的存在足够证明在玩家们心中呢 留下了一座封碑 不知道此时走着看节目的你啊 是否是剑锋的粉丝 那是的科一不是科二 让我来看看比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毕竟批完之后呢也会继续推出 《剑锋传奇》中的各种角色嘛 也算是一个不小的系列 所以说想看我们把这个坑给填上的话呢 不用多说了是吧 好 差点点赞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当然啦 也要记得关注我们频道嘛 对对对 点过订阅的就不要再点了 那我是小小米 我是花花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看我的独角秀 这个这个这个 你能不能稳重一点啊 你能不能像我一样这样 那条条 他对其他一些作品的深远影响的魔幻大作啦 我直接动作都不做了 这部对其他作品有着魔幻 有着深远影响的魔幻大作 有了魔幻大作的深远影响 但是它的存在足够在玩家们心中留下一座封碑 然后我不记得死了